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凌一七 又到了這週 塔羅物語的時間 最近,是不是有在思考 為什麼,這工作做得很厭煩 然後,感覺到力不從心 覺得不想繼續做 每次只要過了週六週日 要面對明天禮拜一的時候 是不是倍感壓力呢 是不是願見了上班 但是卻又持不了工作 那我們就來看今天的塔羅物語吧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 這工作為何我不想做 卻又離不開 一樣有左而右 一到四 依你的直覺 心理想的這問題 挑選一張吧 如果你是挑選第一張 錢幣六的夥伴 公平對你是什麼 正義對你而言又是什麼呢 總是搞不清楚 為什麼那隻狐狸 鱷魚的眼淚 總是會獲得上司的體諒 還有偷懶工作 卻會淪落到你的身上呢 其實你會期待 公司 或者是期待上級 能夠去設立一個很好的職場倫理 希望每一個人都 只要是努力就能被看見 但是呢 事實是什麼 總是不如你心意 是嗎 或許你今天繼續留下來 就是你能夠期待 你可以看到正義被生長的一天 能夠看到那一些偷懶 或者是不負責任的人 能夠被上面公司發現他的真面目 但是回頭想一想 這真的有可能 這真的有可能嗎 那我們再回想一下 你追求的公平 你追求的正義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抽到的是第二張權杖欺 可以感覺到 其實在單位裡面 或是公司裡面 或是體制裡面 你的技術 你的專業 是受眾人所認可的 但是很特別的是 你是不是總是覺得 同事跟你 是不是處在一個平行世界呢 有時也會發現 同事可能會背地裡面 撐你的後腿 或者是想要找你麻煩 可是對於你而言 其實你根本不在意 也不在乎 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這公司裡面 雖然總是感覺到孤獨 或者是 總是覺得那些人感覺有點刺耳 刺眼 但是呢 在於這個 領域裡面 可以在公司裡面 獨挑大樑 而且可以展現自己的能力 或許是你 留在這個公司 你們的原因 接著我們來看 如果是抽到第三張 聖剑八的人 聖剑八 我們來看這張牌 你是不是像這個主角一樣呢 是不是眼睛被蒙著 然後手也被綁著呢 長期受到這種 到處限制的你 是不是也很難清楚 你現在目前自己的能力在哪裡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該走 還是繼續留下來呢 還是繼續留下來呢 是不是總是覺得 如果離開眼前的工作 那生活怎麼辦 生存該怎麼辦 或許 為了生存 而繼續留下來 然後有點狗眼拆穿 這就是你繼續在這工作的原因 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以工作來講 單純以工作而論 那請問一下 你現在這樣子的工作都能呆了 還有什麼工作 能能得倒你呢 最後我們來看第四章 群葬酒 群葬酒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個主角 是不是頭上有個爆炸呢 那你是不是像他的眼神一樣 畏畏縮縮縮呢 或許 在這個工作裡面 其實可能你一開始 是一個小角色 但是呢 經歷過了公司的 長期的洗禮之後 即使從基層做起的你 你可能隱隱約約不知道 你已經學習到了一些東西 而且 你也不知道 其實你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就像馬戲團裡面的大象一樣 總是忘記 自己其實已經從小象變成了大象 而忘記了 其實栓住了自己 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木栓 也或許 你可能對自己的表現 或者是成就 感覺到謙虛 謙虛過頭 而缺乏自信 那我想 是你現在目前 繼續在這個 公私苦毒的原因 那何不期待 在目前的公生文化裡面 可以感覺到自己是成長的 自己是有能力的 那何不像其他生物 試著遷移 來去證明看看 自己到底有沒有能力 去適應其他地方呢 或許你會發現 其實你能夠知道 自己到底是有幾兩種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塔羅物語 也希望各位 在植癌 及生癌的 歷程之中 能夠適時的 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後可以做一個 很好的一個 生癌規劃 請要記得訂閱我們的 微風的旅程 那塔羅物語時間 就在這裡 與你相見哦